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前列腺又被称为男人的生命腺 那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前列腺炎 是指前列腺受病原体感染 即某些非感染因素刺激 出现了排尿异常 骨盆疼痛 性功能障碍等症状 前列腺炎 多发于5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 前列腺增生与雄性激素有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期前列腺腺体组织会不断退化 而节地组织受雄性激素影响还会继续生长 前列腺的体积还会增大 就会引发前列腺增生 该症多发于老年人当中 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不适 主要发生在45岁后的男性 60岁后的男性 前列腺增生率在50%以上 前列腺癌是发生在前列腺部位的癌症 前列腺处的肿瘤不断增长 就可能压迫到膀胱 尿道等部位 从而引发尿痛 尿液分叉 尿贫 尿疾 液尿增多等症状 那前列腺炎或增生会癌变 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陈灵武教授表示 暂时并没有研究能表明 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 与前列腺癌有关 因此前列腺炎或增生 并不会发展成前列腺癌 只不过有些老年患者 是前列腺增生 和前列腺癌一同存在的 二 男人前列腺好不好 排尿时看这三点 前列腺作为男性重要的器官之一 前列腺健康与否 排尿时看看是不是有这几个症状 一 尿痛 男性排尿时 膀胱 尿道 会阴部有疼痛感 并伴有灼烧感 刀割样 疼痛是尿痛的典型表现 尿道或膀胱的细菌感染 很可能会引发急性前列腺炎 出现排尿疼痛症状 慢性前列腺炎发生时 排尿末疼痛感明显 男性前列腺区域 会有沉重感和疼痛感出现 射精时也会疼痛 二 排尿时间长 由于男性膀胱容量 一般在300至400毫升 男性最大尿流率 是每秒15毫升以上 因此正常的排尿时间 应该在半分钟以内 陆菌特色医学中心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彦峰指出 排尿时间超过60秒 建议查查前列腺是否健康 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癌 前列腺炎等疾病 都可能会导致排尿时间变长 三 尿不进 前列腺炎会引发尿疾 尿不进 尿痛 尿贫 腰背胀痛 下肢无力等症状 前列腺增生 也会导致尿道梗阻 引发尿疾 尿贫 尿不进等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慢性尿中毒 男人都说前列腺是生命腺 更是男人的尊严腺 一旦出现点问题 不论是对身体 还是心理来说 都是一种折磨 一会儿一趟厕所 小腹位置还疼痛 甚至有些朋友 就连上个厕所 也是疼痛的厉害 更甚者 出现了微软布局 临门急歇的情况 不过 在中医上认为 大多数 久治不愈的慢性前列腺炎 背后都逃不出气虚不足的病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皇帝内经上曾经说过 邪气所凑 其气必须 反反复复不好的慢性疾病 背后都逃不了气虚 中医讲 气为血之帅 具有推动气血运行的作用 当气虚不足 气血运行不畅 就特别容易引发气血浴质的情况 一旦这些浴质出现在下胶位置 本就敏感脆弱的前列腺 就容易出现问题 气血浴质不通 久而久之 就容易出现浴火的情况 严症自然也就出现了 而且气虚不足 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 脏腹的恢复能力 都有所亏虚 这时候不管怎么用消炎药 怎么用抗生素都难以康复 甚至还有进一步加重气虚的情况 所以调理起来 就要以一气补气为主了 比如今天要分享的 黄芹甘草汤 在古书上记载 就是专制郁精痛如刀割 也就是尿痛的情况 全方只有黄芹 甘草两味药 五份的黄芹加一份的甘草 以大量黄芹来壮大自身元气 以补充肾气 固涉尿液 尿贫尿多的情况 也能得到缓解 同时 甘草来清热盒中 止痛消炎 消除炎症病邪的同时 大补元气 以免病情反反复复 黄芹搭配甘草 可以让液尿的问题 得到有效的改善 所以有需要时 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 来满足自身的身体需求 黄芷和甘草一起使用 具有大补元气和中止痛的作用 针对于老年人 因为气需所引起的液尿贫多 尿贫 尿疾 尿痛等症状 效果是特别明显的 使用时可以每天服用两剂 早晚个使用一次 黄芹还可以和下面几种食物搭配 一 黄芹和当归一起使用 不仅能够补气活血 还可以温肾暖皮 故抛缩尿 改善皮肾两须 所导致的尿贫多 失眠多梦神皮倦怠等症状 并且能够有效清除 依附在血管壁上的毒素 和垃圾 让血管变得更加通畅 减少形成血栓的几率 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其次当归有着很好的补气作用 可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二 黄芹加山珠鱼 液尿贫多 其实就是肾虚的表现 治疗时也应该要以补肾固肾为主 然而 黄芹加山珠鱼一起 则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山珠鱼具有补益肾 收敛固色的功效 和黄芹一起可以改善肝肾亏虚 所引起的腰酸腰痛 移精移尿等 三 黄芹加兔丝子 兔丝子具有补肾固精 养肝明目等功效 而黄芹有着异味固表功效 两者结合泡水喝 可以补肾固精 缓解肝肾不足导致的移尿 尿品等病症 伤害前列腺的五件事 劝你少做 男性想要保护前列腺健康 一定要避免一些 伤害前列腺的行为 一 经常憋尿 经常憋尿 可能会男性尿道下段的细菌逆行 细菌逆行到尿道 就可能引发前列腺炎 还可能会导致膀胱充盈胀大 一旦压迫到前列腺 就会导致排尿无力 加重前列腺肥大症状 二 久坐不动 久坐不动会压迫到前列腺 导致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还会引发腺体冲血 甚至引起慢性前列腺炎 建议男性要每隔四十分钟左右 起来动动 三 视酒如命 酒精会加速血液的循环 导致前列腺冲血 诱发前列腺炎 还会引发其他一些连锁反应 因此男性要少喝酒或戒掉酒 四 吃辛辣刺激食物 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也会刺激前列腺 尿道等部位 导致前列腺抵抗力下降 甚至会诱发急性前列腺炎 加重慢性前列腺炎等 因此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五 性生活不规律 过度纵欲或禁欲 性生活过多或过少 都不利于前列腺健康 次数过多 可能会导致前列腺冲血 被前列腺炎盯上 性医学期刊2018年 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首次性生活的年龄 每推迟五年 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下降4% 此外 次数过少 则会导致前列腺液淤积 增加严正的发生风险 早期前列腺癌的症状 并不明显 大多数的前列腺癌 一经发现 就是晚期 因此要想预防前列腺癌 五十以后 做个前列腺癌筛查 目前前列腺癌筛选的方式 有PSA血检 直肠直检 合经直肠B超检查三种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院长牛远杰建议 年龄五十岁以上的男性 最好每年做一次PSA检查 尤其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 有前列腺癌家族史 雄激素分泌旺盛 饮食不健康等的前列腺癌 高危人群 更要注重检查 前列腺癌会通过性生活 传染给伴侣吗 很多女性担心 男性患了前列腺癌之后 会在性生活中传染给自己 那这种担心是否合理 前列腺癌分为细菌性和无菌性两种 细菌性的前列腺癌 会通过细菌感染的精液 传染给另一半 因此 这类患者在治疗期间 不建议同房 无菌性的前列腺癌 多与前列腺免疫状况有关 不会造成伴侣之间的传染 那前列腺癌可以有性生活吗 其实前列腺癌患者 也要适当进行性生活 规律进行性生活能够定期 排出精液和前列腺液 有助于治疗前列腺炎 不过建议性生活时 要佩戴好安全套 前列腺疾病其实很普遍 男人们不用汇集记忆 一旦发现前列腺 有任何异常症状 最好及时就诊 此外 平时也要多关爱自己的前列腺 少做伤害前列腺的事 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 人们不仅迎来了寒冷的天气 还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心梗 该疾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导致残疾的比例 也长期处于高位 许多人在心梗发生前 并没有意识到其预警信号 直到病情恶化 甚至突发心脏骤停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心梗悄然逼近时 身体会释放出一系列预警信号 我们应对此保持警觉 并有所了解 医生提醒 心梗前的五个征兆 大家要注意 医生提醒大家 了解心梗前的五个征兆 并及时采取措施 能够帮助我们 避免心脏病的发生 或减轻其后果 具体如下 征兆一 胸痛 胸痛是心梗常见前兆之一 尤其于体力活动 或情绪紧张之际 胸部往往产生压迫 灼烧或紧缩之感 这种疼痛通常出现在 胸部中央或偏左的部位 持续时间较长 且即便休息后 也难以缓解 有时 这种疼痛可能会向背部 肩膀 上臂 颈部 下巴甚至腹部放射 形成一种不适的扩散感 这种放射性疼痛的特点 是突然发生 且无法通过 简单休息 或服用常规止痛药缓解 因此常常被患者误认为 是消化不良 或普通肌肉酸痛 导致忽视了潜在的心脏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 胸痛并不仅限于男性 女性同样可能出现 心梗的胸痛或其他症状 研究表明 女性在心梗的表现上 与男性有所不同 除了典型的胸痛 女性还可能出现背痛 颈痛 气短 恶心等症状 这可能是心脏功能受损的警示信号 当心脏的泵血功能出现问题 如冠状动脉阻塞 心肌缺血这类状况时 其难以有效向身体各组织器官 输送富含氧气的血液 进而造成氧气供应匮乏 此时身体会提升呼吸的频率与深度 以试图补齐氧气的欠缺 进而导致我们所体会到的气短现象 征兆三 剧烈出汗 当心脏功血不足时 身体会启动一系列 应急机制来应对 氧气和营养的缺乏 这些反应包括加速心跳 升高血压 以及通过分泌大量冷汗 来调节体温 在心脏缺血或心梗的早期阶段 特别是当心脏 不能有效迸送血液时 体内的神经系统会受到刺激 导致交感神经兴奋 从而引发大量冷汗的分泌 征兆四 恶心与呕吐 胃肠道是一个血流需求较大的器官 当心脏的泵血功能受限时 胃肠道的弓血可能会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恶心 呕吐等不是症状 这种恶心的表现 通常与消化不良类似 但它是由心脏的缺血引起的 而不是由于食物或胃部问题引发的 在患有心脏病的人群中 这一症状的出现频率尤为突出 征兆五 突发头晕与乏力 在心梗前 血液循环不佳 或许致使大脑供氧量短缺 从而引发诸如头晕 乏力这般的不是症状 突然感到头晕 站立不稳 尤其是伴随其他不是感时 可能是心梗的前兆 上述五个征兆 是心梗发作前最为普遍的预警信号 冬季若出现类似症状 特别是伴随其他不寻常表现 应立即就医检查 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掌握心梗的十秒自救技巧 能在危急关头迅速自救 化险为夷 三 突发心梗的 十秒钟自救方法是什么 即使是最警觉的人 心梗有时也可能突如其来 在心梗发生的前几分钟 往往是决定生命 是否能够挽回的关键时刻 了解如何在心梗发生时进行自救 可以大大提高生存几率 首要任务是保持镇定 避免慌乱情绪 并立即终止所有当前的活动 心梗突然来袭时 除了迅速拨打急救电话外 保持冷静至关重要 以免因过度惊慌而错失良机 若是在运动或劳作中 突感胸痛或不适 务必立即停下 选择静坐或平躺休息 再者 咀嚼阿斯匹林 若症状显著且疑似心梗发作 可嚼伏300毫克阿斯匹林 务必注意 需咀嚼而非吞咽 这种药物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之效 能减少血栓生成 进而有助于减少心肌缺血的风险 对维护心血管健康意义重大 但需注意 阿斯匹林的使用应遵医嘱 因特定情况下 如有出血倾向 或对阿斯匹林过敏者 可能并不适宜 还有 松开紧身衣物 比如领带与腰带 能够减轻胸部和腹部的压力 帮助血液更自由地流动 紧身衣物 尤其是在心脏出现问题时 可能进一步限制血液循环 增加心脏负担 因此放松衣物 有助于缓解这种不适感 让身体的血流更加畅通 在紧急情况下 若环境允许 可以尝试用拳头 轻轻拍打胸部区域 特别是胸骨中央位置 这种做法能够轻微刺激心脏 帮助恢复其正常的跳动节奏 类似于给心脏敲打信号 促使其恢复规律的节律 虚留意 拍打的力度虚适中 以防用力过度 引发胸部的其他不适状况 胎打的目的是通过轻微的物理刺激 帮助恢复心脏的自然跳动 而不是进行强力的按摩或击打 虽然这不是治疗心梗的根本方法 但它可能在等待医疗救援期间 暂时缓解症状 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 以上是心梗突发时的自救方法 面对心梗的突袭 越早采取行动 越能为心脏赢得宝贵时间 提高生存的机会 冬季 作为心肌梗死的高风险季节 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心脏健康状态 尤其要留意心肌梗死的前兆 并熟悉紧急自救技巧 通过强化心脏健康的意识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以及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们可以显著降低 心肌梗死的发生概率 从而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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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